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爱之后的channel,我是阿财 上个礼拜呢,阿财有做一个直播 主要是介绍呢,2020年去年 我们的特斯拉AI总监 Angel Capacity在呢,这个Scale ML上面 这个Scale ML等一下阿财会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一个有关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的一个Conference 那呢,它有给出一个Talk 那主要呢,演讲的主题就是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到底是使用什么样的AI 它有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给大家 那这期影片呢,是直播的精华 那呢,如果对这期影片有兴趣 一定要看到最后 所以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阿财先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Scale ML大会 已经举办了好几届了啦 那去年呢,主要呢,邀请了非常多业界跟学界的大牛 可以看到有UC Berkeley的 有Google的VP Megan Jim Keller 大家如果对晶片这个行业 有一定的认知 知道我们Jim Keller的大神级的人物 然后呢,还有Google的这个 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人 他呢,是呢,我们Chaos 还有我们TensorFlow的一个很主要的贡献者 还有OpenAI的首席科学家 下面还有NVIDIA Netflix Microsoft Facebook等等的 反正各种学界跟业界的大牛级的人物 都有受邀Scale ML 去给出一些talk 给出一些演讲 那那今天我们主角就是 特斯拉的AI总监 Andrew的演讲啦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那阿财这支影片呢 主要是以一个精华的方式做一个呈现 主要跟大家讲说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到底用了哪些AI的模型 那他有给出一些范例 那如果对精华完整版本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去看我的直播 大概一个小时 大家用两倍数来看就可以了 好,我们开始 首先呢我们AK大大展示的一个图 一张照片里面 其实我们要呈现的非常多的东西 这个叫羽翼层 那这个羽翼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张照片可能要辨识出车子 还有这个道路 三角锥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需要透过影像辨识 或者是机器学习的一些模型 来做一些辨识的任务 或者是如果你用高精地图 或者用地图 你可以做一些判断 那为什么要羽翼层呢 这个AK呢 他有给出羽翼层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需要做detection 检测去侦测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 把这些羽翼呢都给我们的使用者 也就是我们的客户呢 看到这些都说 哦特斯拉他有抓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说 可以看到特斯拉他新的自动驾驶 旁边会有一个萤幕嘛 那萤幕上面就有说 特斯拉有抓到哪些车子 哪些行人哪些物件 用个UI的界面 给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嘛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建议大家的信心 建议我们开车的人的信心 就是特斯拉有抓到这些东西 那后面呢他有讲到就是说 特斯拉他其实每天呢 有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video 可以看到这个是影片的一个事例啊 那他这一个talk里面 给了很多的范例 都是以这个stop signs 当作范例 就是我们的停车指标 当作一个很重要的范例 那这个影片呢 给大家稍微播一下就是 可以看到特斯拉在录这个video里面的时候 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一个场景里面可能会有行人 有车有道路 你看红色绿色这些都是他的道路嘛 一些边缘之类的东西 然后他这边还有讲到 甚至有些垃圾桶他都要检测到 还有这边有停车阁 都能辨识到这些东西 Angelo他就有讲 如果我们想要判断一个stop sign 这个东西它会很难吗 大家的想法就是 我们一向辨识 这个过程发展已经十几年了 大家之前有讲过嘛 我们的machine learning AI 在2014 2015 已经接近人类的精准度 甚至呢 误差率已经比人还要低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你要辨识个停止指标 这有多么困难吗 没有很困难 所以他就讲到这个长尾 long tail 也就是说在长尾理论里面呢 一个小小的东西 如果呢 它的数量够多的时候 像stop size 你可以辨识这个stop size很简单 可是呢 如果这个stop size有一千个 一万个 十万个的时候 这个累加起来 它就会变成很庞大的一个东西 工作量很大之后 但它就会变得很困难 所以长尾理论就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它这个长尾是长尾理论的意思 或者叫长尾效应 他这边就有讲到特斯拉它的恩恩 它可以辨识上千种的物件 那他这边就有给出一些范例 stop size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这种 ideal的 比较理想的stop size 就是一个路标 然后上面有根柱子嘛 然后就是红色跟白色的字体 然后是非常简单的 可是它这边给了很多的范例 就是stop size的种类有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路上有发光的stop size 像是被遮挡住的 也是非常困难的 被汽车遮挡 人去拿的 甚至是呢 下面是有英文在下面的stop size 老旧的东西的stop size 所以它这边给出说 stop size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那我们知道说 机器学习的模型 或者深入学习的模型 其实它本身 我们发展了很久嘛 所以说要辨识这些东西 不是很困难 可是难在哪里 它这有讲到被遮挡的情况下 这是很困难的时候 它这边给出一些 不管是被树叶啊 或者是被什么东西挡住的 这些东西其实很容易就让我们 机器呢 判断错误 判断失败 所以它这边有讲到说 他们在训练这个data engine 那这个data engine呢 其实在我上个CVPR大会的时候 它也有提到嘛 它们有印制模型 shadow mode 所以它这个data engine就告诉你说 我可以经过反复的迭代 然后呢 去让我的模型越来越好 那怎么迭代的方式呢 在CVPR大会上面 没有讲得那么清楚 那它这里有稍微讲的 比较稍微详细一点 那如果没有看过 我CVPR那支影片呢 来右上角可以点一下去看一下 如果我想要让这些被遮挡的路标 都可以辨识的非常好的话 首先我需要有非常庞大的资料嘛 那这边它就有讲到说 如果我今天呢 我想要呢 获得更多的这些被遮挡的停止路标 怎么办 我要怎么去拿到这些很庞大的data 我呢 就训练了很多小的detector检测器 来检测这些比较被遮挡的路标 然后它把这些小的检测器分散给舰队 这个舰队就指车队的意思啊 把这些检测器应用在很多的车上面 然后呢 我每一台车呢 都有个小检测器在去检测这些路标 就检测这些stop sign 如果说有一台车 它的分数是很高的 就是说这检测器分对率是很高 尤其是我们被遮挡的分率很高的 好那它就请它呢 发送一张图片回去给我们的database 那我们再把它加上一些noise 我们在做data的一些处理的时候 有一种方法可以增加我们的资料量 就是增加一些noise 或者是做一些旋转rotate的动作 它这边加上一些noise进行训练 那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些被遮挡的东西 那这些被遮挡的东西 它不仅仅是什么 它不仅仅是被树木遮挡 可能有加上一些noise之后 它可能就是一些被 可能栏杆被一些其他东西遮挡的东西 它可以都可以加进去 那我们这个model就会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丰富 让我们以后的辨识率就越来越高 所以它就藉由这些小的这些检测器呢 分身在各个车子里面 就可以获取大量这些被遮挡的停车路标 藉由这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优化我们的model 好所以它就说 藉由这种方法可以获得很多的图片 而且这个是不需要增加我们的硬体的 它这边讲不需要固件升级 就是不需要做硬体的升级 其实是完全可以用团队 用算法就可以去做升级的动作 它觉得这个流程是非常非常快速 而且有效率的 那它这边就有讲到说 有一个名词 就各位如果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对深入学习可能没有那么理解的同学 看到这个名词 这边有个翻译叫做按摩 就是data massage 很多人在看文章 或看一些网上会出现的 这边我讲一下data massage的意思呢 大家可以想象 这是一个data cleaning 加data transfer 加data changing 就是说我们在获取一个资料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会对它做一些处理 那这些处理的过程就叫data massage 那处理当然 这些 massage 这些按摩的过程里面 可以包含呢 就是把资料变得更干净 或者把资料呢 做一些转换 或者把资料做一些变化 这些就可以把它归类在data massage里面 得到我们这些资料之后 我们会做很多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去花在这些data massage上面 那这边就有讲到一个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这位它叫evaluation的matrix 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很熟悉 比如说什么倾斜的subside 然后或者是说一些地球的subside 等等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我之前在CPR大会上面呢 讲的trigger嘛 特材有221种trigger嘛 只要触发这些东西 我就一定要把这些东西 特别记录下来 因为这些东西是可能不太常见的 而且它可能会预测错误 错误率是比较高的 好 接下来呢 它就有介绍到他们这个hydra的net 各位想象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神经网络 那可以看到 其实它有48个networks 就是里面有48个神经网络 那这个每个神经网络都是非常庞大的 它可以预测辨识出1000种物件 如果你用一个GPU的nodes去训练它的话 你需要7000个小时 大概就是一年的时间 这个每一个的hydra net里面 它都有不同的任务 那么后面会介绍到 这是属于一个多任务的处理 就是multi-task的learning的方式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网络 那这个网络里面呢 它说如果我们要处理这个 这么庞大的网络 理论来讲 我们每天拿到那么多的资料 那么多的数据 一定是需要上百人的团队来维护 可是它说特斯拉并不是 也就是说特斯拉呢 它其实是一个精英团队 只有十几个人 它这边有强调 然后它这边后面还有讲到说 它的输入跟输出的张量 这个张量是tensor 有些朋友对tensor不是很了解的 我这边稍微介绍它 怎么叫tensor 那这边我用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定义 那如果是物理或是数学的专业的朋友 不要喷我啊 我这个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定义 那左边呢是一维的数据 我们可以通常比较习惯叫它向量 二维呢我们叫它矩阵 三维其实我们会把它叫做张量 也就是三维以上 我们就把它称作张量 可是呢其实以广义来讲的话 这个也可以叫做一维张量 这个可以叫做二维张量 各位如果看到张量这个名词的时候 通常我们当然在 machine learning或deep learning里面呢 就是指说我们这个数据量 它可能是高维度的数据 它可能有三维四维五维 就是把很多数据逻在一起 叠在一起那种感觉 那这边他就有讲到说呢 如果说我们要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呢 能够节省人力 节省人员 节省我们的资料科学家的人 那我们可以让大家呢 更有效率的方法 所以他这边讲了 这个operation的vacation 操作的假期 这个假期的意思就是说 在一个新的任务加进来之前 会有个latency 会有个延迟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开发的时候 我们需要能够 在开发的过程中呢 他可能在想说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auto的machine 就是我们开发一个自动的机器 就是我这个机器能够自动帮我训练 自动帮我完成某些事情 所以这样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了 那这边呢就有讲到了特杀的网络 这个网络呢 其实可以看到他有个backbone 在之前CEPR大会上 他有秀出一张 那他就是他们的那个骨干 那那时候阿财还没看过这个影片 所以不知道说 那个骨干图到底是什么 阿财那时候推测说 他是每一个里面都是很多的NN 都是很多的neural network 那就是很多神经网络在里面 那果然 他这边有讲到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multi-task learning 也就是说 一个网络里面 他要执行非常多任务 左边这个任务是 我要去catch到 我要去抓到 移动的物件 中间的是我要去抓 这些roll line 就是我们的道路的线条 再来呢 我要去抓出道路的边界 所以他的一个网络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任务 在一张照片里面 我要可以完成这么多任务 所以一张照片 input进来之后 我要去看说 这张照片里面 有哪些东西是 已经被归类在 我们要执行的任务中 那他这边就有讲到 就是我觉得是 这一次演讲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鸟看图的行程 也就是我之前讲过的 Bird Eyes View BEV的行程 那他就有讲到说 我们要怎么使用特撒的东西 去完成鸟看图 那他这边先介绍说 我们要怎么获取 道路的边界 其实道路边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距离边边到底有多远吗 我们距离隔壁向车道 到底有多远吗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这边就有展示一个影片 就是说特撒在开车的时候 他的红线就是指说 他抓到了道路的边界 但是道路的边界的预测 这件事情 其实不一定是需要用到NN的 这边我跟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边缘检测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这个影像处理里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算法 也就是说 这个算法呢 其实已经情之有年 不管是你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去查边缘检测的话 有很多运算可以训练 比如说CANNY 比如说Solbell之类的运算子 他都是可以在获取图像边缘的时候 做出一个不错的效果 那当然NN进来之后 因为NN呢 他其实不管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运算子 每一个运算他都有一些缺点 所以NN进来之后 他就可以弥补这些缺点 那他就有讲说 他怎么去做 他这个展示说 他们怎么利用他们的NN去做二元分类 这边二元分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去检测这些边缘 影片呢 就是展示说 他们如何去穿过一个停车场 去抓这些边缘 那我这边要讲一下 就是这边他有做一个演示 那这个演示就是指说 自动造回 这个特斯拉的车呢 就会去躲过一些障碍 躲过一些边缘 让他自己开到我们指定要的位置上面 特斯拉有八台相机嘛 那我八台相机 每一台都在追踪这个边缘 那我要把它拼接起来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呢 在拼接的过程中 拼成我们之前看到 比如说像是鸟看图那个东西 它本身来讲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他这边就有讲到说 特斯拉是怎么样呢 去完成这件事情 那后面下一个章节会讲 如果说我们今天 要进行这些任务的时候 有新的任务加进来的时候 那特斯拉的团队 其实没有那么多人 他刚刚讲到他们是一个精英的团队 如何呢 去做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呢 去编写这些带 编写这些code 去把新任务加进来 所以他这边有讲到 他这个边缘跟踪器 去编写这些代码 是一个非常花时间的一件事情 那怎么样呢 去对这些代码做优化呢 他这边有讲到这个 1.0的code跟2.0的code 那他说在之前演讲 里面都有提到过了 那1.0的code呢 他这边我帮各位做一个总结 1.0的code呢 其实就是 他是用C++类似那些代码 去做写的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功能 比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 边缘跟踪器 如果我要把它转换成N的代码 就是神经网络代码 怎么办 所以2.0的code 他这边讲到 2.0的code就是一个compiler 就是一个编译器 就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有个任务 比如我举的例子就是 边缘跟踪器 我如果想要把呢 这些1.0的code 把它转换成2.0的code NN的代码的时候 我就能去从1.0的code去搜索 把这个功能抓出来之后 我丢到2.0的这个compiler 这个编译器里面 它就可以转换成一个 神经网络代码 这边要讲神经网络代码 就是2.0编译器在做的事情 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 下面是一个至上而下的过程 我呢 前面要input了非常多东西 因为我每一次 在做自动驾驶的时候 我都会有不断的 有新的任务出来 像这次是边缘跟踪 那下一次可能要 追踪一些路灯 追踪一些警示灯 这个时候我每次 有个新任务进来的时候 我呢都会去1.0的资料库 里面去抓去找 说我到底有没有一些东西 我可以从1.0去修改的 那我之后修改完之后 再把它丢入2.0的这个unpire 然后就可以把它不断的去吞死 所以2.0的code 会慢慢把1.0的code 全部都把它吞死完 转换成NN的代码 就是神经网络的代码 去做一个运行 它说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在他们在努力做的事情 那再来它就有讲到说 他们发现到使用NN的代码 它们效果会跑非常多 那这边就有讲到 它的这个BEV的Net 这个BEV就是指说 鸟看图的神经网络 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特撒的车 有拍到了很多张图片 那这边它用5张图片当中举例 那我们拍到这些图片之后呢 我就input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NN网络去训练 那这个Future Layer 就指说一个融合的类 把这5张图片呢 都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它还加上时间的模组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运行呢 拼接完之后 我还要把时间考虑进去 也就是说我 车子从前一秒到后一秒 它中间呢 场景的变换都把它考虑进去 然后把这些东西呢 都丢到我们的BEV的Net里面 做训练 这个鸟看图的神经网络里面 做训练 然后神经网络训练完之后 这个一样 它是一个Multi-Task 多任务的 那包含呢 有道路的边缘 有道路的这个线条 跟我们的moving object 就是我们移动中的物件 它就可以形成这个 下面这张鸟看图的图片 因为呢 这个Angelo Carpazzi 在这个Scale ML里面的演讲 是台下的听众 大部分都是对ML 有一定认识的人 就是它就没有特别强调说 这个BEV怎么做 那这边我提供一个方法 就是BEV这个鸟看图 是怎么形成的 我有一篇文献呢 来给大家稍微讲 简单讲一下说 鸟看图的一种做法 那鸟看图的做法 非常多种 我下面会放一个这个连结 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 不同鸟看图的做法 使用这个纯视觉 或者使用LIDAR或雷达 怎么样做出鸟看图的一些文献 有人帮忙总结出来 那我这边引用一篇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把 拍到左边这张图片呢 转换成右边这个鸟看图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可以看到 我们想要把这台红色车 转到这吧 我们想把黑色的这台卡车 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想要把这个 远处的这台车放在这里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各个车子之间的深度关系 我们还要知道道路边缘 所以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文献里面就有秀出一种训练集 也就是说 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呢 是我们普通拍到的场景 右边这张图是鸟看图的场景 大家可以看到 红色框框就是框出我们这台车 在鸟看图跟我们平面图的一个资讯嘛 那我们看到啊 假设我们一张图进来 这个网络里面 这个网络是用Resonate 那Resonate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算法 那这个算法 如果各位有兴趣 Google一下 有非常多的文献 有非常多人讲这个东西 那如果各位真的很有兴趣 想听阿财讲 下面留言 阿财可以之后为大家做一个讲解 那这个Resonate呢 简单来讲讲就是说 我一张RGB的图片进去之后 进去这个神经网络之后 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把这台车子 或者我要真诚的物件 给框出来 给抓到 因为一张图片里面呢 像这张图片为例 它有很多台车嘛 所以我需要把那些 我最重要的车子的东西都抓出来 因为我们要做的鸟看图 我们肯定要把车都抓出来 上面这个网络呢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下面这个NN呢 有个encoder跟decoder encoder和decoder就是 解码器跟编码器 它把我们的坐标呢 可以看到这个input 是input frontal的coordinate 就是指说 把我们的平面坐标 可以想象的是这个 还没转换鸟看图 之前的这种平面坐标呢 转换经过这个编码器之后呢 我把它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好 然后我再把这两个东西呢 concade就是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再把它decode decode就是把它解码 那它要解码解什么呢 就是说 我已经知道说 我今天想要抓这台车子 比如这边有台车子嘛 然后我也知道 它在平面的坐标了 那我把它解码 就是解出 它在鸟看图的坐标系 这个过程 就透过我们神经网络训练呢 就可以很好的 用纯视觉的方式 做出鸟看图 好 这边它就有举个例子 它们的这个鸟看图的 网络的做法呢 中间这个就是 它们的做法 做出来的结果 左边这个是groundsword 就是你可以想象征表演答案 然后这个蓝色的点 是车子的位置 那右边这个图 我们就指说 如果我们是用 刚前面的边缘跟踪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的error 就很多错误 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来源 它这边有讲到 就是说 因为呢 拍到照片 在很远的位置 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 它的几个像素的错误 几个像素的误差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几公尺的距离 各位看到 如果你拍越远的东西 它是不是越小 那那个一个小点 只要移动一两个像素点 一两个pixel 那实际上真实的距离 它可能就移动了好几公尺 所以这误差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它意思就是说呢 它们利用这种 它们的bev的net 就是它们鸟看图的网络呢 它其实可以做得非常好 可以很接近我们的ground2 接近我们标准答案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预测的东西 可以越接近我们标准答案越好嘛 因为自动驾驶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需要 高精度的一个过程 所以如果说我们一点点误差 可能就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的判断 所以它必须 我们鸟看图要非常的精准 越精准是越好 像特赛尔巴黛相机 巴黛相机的东西Fusion 融合在一起之后呢 它们里面的后台会有各种 它用不同颜色代表说 这个道路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比如说呢 像青色跟红色 就是两个不同的车道 这边有紫色跟绿色 也是指说 在另外一个十字路口上的 另外一些车道 这些鸟看图会根据呢 我们实际上的场景 去标述一些颜色 那这边它有讲到 它们这个智能召唤 也就是说 它们在一个地方 去把特赛车召唤过来 红色点道路的交叉的地方 就看到其实 它们抓的是非常的不错的 就是说 它可以很好的 用它们这个鸟看图的net 去做出来 这个中间这张图 就是在SudoLider那支影片里面 有讲到说 这个红色图就是 我们在做 不管是光达或是光达 我们如果一张图片 我们想要表示深度的话 我们会用不同颜色去代替 就是不同的深浅 就指说这个东西 跟我们这台车子的 距离深度到底有多远 那下面是 它们做出来鸟看图的 可以看出来 做得非常不错 微激光雷达就是 我们的SudoLider 所以它这个SudoLider 它可以预测每一个像素点 把我们2D空间 投影到我们3D空间 或者是投影到 我们的鸟看图的空间 所以它不需要激光雷达 它这边有讲到 其实激光雷达 跟我们的SudoLider 就微光达之间的这个差距 已经从微信上来看 是越来越小的 它这边有讲到说 它们有用到一个任务 叫做 Self Supervised Learning 自监督学习 那这个自监督学习 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边简单跟各位讲说 自监督学习 它是怎么用在 我们的自中驾驶里面 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 自监督学习 那我借用李宏益老师的 一个课程的影片呢 可以看到 我们一般来讲 监督式学习就是指说 我们有一组资料 然后我们丢到我们model里面 它会给我们一个预测的Y 那这个预测的Y呢 会去跟我们标准答案 去做对比嘛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 预测出来的结果 跟标准答案越接近越好嘛 这是叫做监督式学习嘛 那什么叫做 Self Supervised Learning 你自监督学习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 没有这个标准答案 没有这个label 我们把我们的资料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叫做Xplumplum 当成我们的label 那一部分呢 就丢进去我们model里面 让它做预测 那这个model里面 预测出来的这个Y呢 我们当然希望说呢 它能跟我们的Xplumplum 出来的结果是越接近越好 也就是说呢 它没有一个明确的label 那这个邀拉克 之前就有讲过说 为什么我们要讲说 它是自监督学习呢 其实它当然也是 无监督学习的一种 可是呢 我现在无监督学习的范围 非常非常大 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对抗网络 它也是一种无监督学习 或者是呢 像classRing 就是这个剧类的方法 它也是一种无监督学习 所以说 如果我今天要讲自监督学习 就专门指的是 右边这种方法 那这种方法就是 如果有玩自然语言出力的同学 就一定不会分成 Bird就是用这个方法 用让机器呢 去做一些填控嘛 这个自监督学习 怎么用在这种架式 那我先讲一下 监督式学习 大家可以比较好理解 假设我们有一组资料 那假如拍到这张图片 我们知道 这个车子离我们是10公尺 人距离我们15公尺 所以我们有一大堆资料 我这边用不同颜色代替 我们有一大堆资料 那我们把这些资料呢 有label 有图片 我们去训练 我们就可以是一个 很好的自重驾驶的model 那这个是监督式学习 可是自监督式学习 我以电脑视觉的其中有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我也会把这个文章放在下面 Toyota的研究机构呢 有做一个整理 那里面呢 它有稍微介绍过 那我提一种方法 是现在目前电脑视觉里面 有人使用过的方法 那我们的dataset里面 我们现在没有label 没有label没关系 但是我们有左右相机拍到的图片 也就是呢 左相机跟右相机呢 因为我们知道有视察嘛 摆得位置不同 所以拍同一个物体的时候 它会有不同的视察 左眼跟右眼看到的同一个物体 它可能会有些微的位移嘛 所以我这边用人 你看人有位移 那下面张图片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呢 在训练的过程中 我们输入左相机的图片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希望 你input的左相机的图片 我能预测出右相机 拍出来的结果 应该是怎样 那这个时候我们预测的结果呢 我们再去跟实际的右相机的图片去做对 那我们当然希望 这个误差越小越好 那这个误差呢 它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光度损失 那我们希望这个损失越小越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 输入左相机 再预测右相机 我们以后只要一拍到一张图片的时候 那这张图片 它可能只有一台相机拍到的图片 可是我们可以预测它 右相机拍出来应该是怎么样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之前在 苏莱达或者是我在特斯拉里面 讲到过的 立体视觉深度的算法 就是我们用了 stereo vision的算法 去算出我们的深度 那这边简单带过 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相似型 去算出说 我们只要知道说 两台相机的焦距 跟我们两台相机之间的距离 拍到同一个图片 pixel的位置或pixel的数量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推测出 这个低的距离多少 就带很简单很简单的公司 国中的公司直接带进去 就可以直接算出来 非常非常简单 就可以完成一个自监督学习了 所以自监督学习的好处就是什么 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label 因为我们每天特斯拉 就有一大堆的图片出来 一大堆图片进来 拍到成千上万个video进来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图片 都花人工去给它标注一些标签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计算或学习的效率 如果有自监督学习加进去里面的时候 我可以大大提升我的训练的效率 还有我预测的一些精准度 因为我有越多的资讯 我可以把它加进来训练 那我当然我的这个model的精准度 就越来越高嘛 好最后呢这个AK呢 他就有讲到说 他每天收到都非常非常庞大的这些video 非常庞大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呢 我们怎么样把它做一个转化 我们怎么样能利用这些细胞 他讲说细胞介质之后 这些小小的数据 来加快我们machine learning训练的过程 然后加快我们不管是监督学习也好 或者是自监督学习也好 能够提升我们model的精准度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他在CPR大会上面也有讲到说 他呢希望能够使用autolabel 就是自动增加标签的方式 那所以说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都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不断来尝试 这个时候他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资料工程师 或者是标签工程师 或资料科学家等等 他可以用很小的团队去玩这些事情 那最后不免除他还有做一个招聘 就是说如果各位对特斯拉的 这些能工智能工作很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投简历到特斯拉的 这个AI的team里面 加入他们的团队 好所以今天这期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各位对特斯拉的还有什么东西 有兴趣的话 下面留言按赞加分享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